你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 你生完气之后 等你感觉胸里边闷着 很满的时候 想发的时候 注意千万别发 先找一个地方 用十秒钟的时间 练一件事 就是长呼气 大家丁我练一下 不要对人 注意 先吸气 吸足 吸到肺里边都满了 然后呢 慢慢地呼出来 好 呼完了 再吸 等你练完十次之后 你就会感觉 整个人想泄着气的皮球似的 本来有火也不想发烂 这其实就是通过 排灼气的这种方法 把心里边那个不良的情绪 还有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给它排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一链 这个的时候 一定在找没人的地方 然后呢 往外呼 而且你呼出来的气呢 假如说你有亲朋好友在旁边 你可以让它闻一闻 一般都是很臭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内在分泌了很多毒素 这种又臭又灼的物质 这种物质 你要是把它沉寂在身体里边 时间长 那不是做病吗 对吧 你把它呼出来的话呢 可能心情就会为之一变 整个人呢 人只要是心情一稳定下来呢 就会有智慧产生 就会把问题处理的更圆满一些 这是这个消气的方法 就会把问题处理的更多了 就会把问题处理的更多了 就会把问题处理的更多了